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春秋战国作为一个百家争鸣的舞台 给了无数英雄们表现的机会 齐国向东 晋国向北 楚国向南 秦国向西 四大强国的扩张使华夏版图至少扩大了一倍以上 奠定了今天中国庞大领土的基础 春秋武霸 谁是真正的霸主 是齐桓公 晋伦公 还是楚庄王 什么是称霸天下的第一要素 是仁义 是诚信 还是武力 让我们继续翻开几百年春秋战国 精彩分成的历史画卷吧 上次和您说到 晋汇宫的位子坐稳了以后 好 就想着要把自己的哥哥虫儿杀了 于是就派了太监伯迪出发去刺杀虫儿 不过 晋汇宫的老师纪锐知道 如果虫儿死了 自己这帮人就没用了 个个都要被这白眼狼晋汇宫杀掉 所以他偷偷地派人去通风报信了 于是乎 崇尔以及他的舅舅 也是他的军师胡衍 决定马上就逃 但是崇尔在北宅已经生活了十二年了 老婆孩子热抗头 舍不得呀 他的正式老婆叫纪伟 属于赤宅人 被抢来之后呢 也是死心塌地地跟着崇尔过日子 给崇尔生了两个儿子 他的姐姐舒伟也给赵帅生了一个儿子 曾经和您说过啊 这个儿子就叫赵顿 对后世的晋国有很大的影响 于是乎 崇尔就回去和老婆告别了 老婆啊 晋侯派了一个武林高手来杀我 这高手实在太高了 没办法 我只能逃命了 这样吧 你等我二十五年 如果二十五年我没回来 就当我死了 你随便改嫁好不好 崇尔和老婆商量 老婆一听就笑了 说 哎哟老公 你扯呢吧你 我今年二十五 再等二十五 都进棺材了 还嫁谁啊 算了 您放心走吧 我等你 等你回到我身边 感人 浪漫 感人的浪漫 浪漫的感人 老婆接着问 你什么时候走 明天 明天好吗 崇尔这么说 还真舍不得 好 你等着 我给你做完你最爱吃的刀削面 老婆这么说 老婆 你真好 崇尔真的很感动 一把抱住老婆 两个人嘴唇一点点的接近 注意啊 还是略微在战斗 以显示两个人都很激动 并且都很冲动 两个嘴唇越靠越近 越靠越近 眼看着就要碰上的时候 突然 咣当一下 门被撞开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还有闲工夫在这亲嘴 快逃命吧你们 伯爹已经到了 这是胡言的声音 他一闯进来就高声喝道 一点面子不给 一个嘴唇迅速地离开了 只剩下另外一个嘴唇 在那里出气 胡言从崇尔那出来 一路走 一路就觉得心里不是很踏实 好像什么事没落实呢 走出去不远 他迎面就碰上了赵衰 赵衰是崇尔的老师吗 两个人打过招呼 胡言把事情给说了一遍 赵衰也赞成逃去齐国 他惦记着去看看齐国 是怎么治理的 没说几句话呢 一个晋国庄树的人 匆匆走过 毕竟这里是窄国 一个晋国庄树的人 实在是太扎眼了 你想看不到他还挺难 胡言这么一瞧 心说难道脖地的人提前到了 想到这里 心里咯噔的一下 伸手就握住了剑柄 这个晋国人看到胡言 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然后竟然主动走上来 一抱拳 敢问这位爷就是胡言吗 你是什么人 胡言保持警觉 反问道 哦 是就好了 老主人派我过来 说是伯迪没耽误时间 在寿命当天就出发了 说不准现在已经到了 因此请公子崇尔立刻逃命 一刻不要停留 我的话说完了 告辞 说完那人转身就走 胡言一愣神 再想问的时候 那人已经走出去老远 显然这轻功了得 也是一个武林高手 胡言有些奇怪 为什么自己的父亲派来送信的 都是生面孔呢 可是他已经没有时间去细究了 因为他知道宁可信其有 不可疑其无 当然他绝对没有想到的是 这几个陆续来报信的人 竟然都是纪瑞派出来的 我赶紧去找公子 立刻出走 你通知其他人不要停留 即刻上路 我们在东门外会合 胡言对赵帅说完 两人匆忙分手 各自行动 杀人是有计划的 可是逃命是没有计划的 十二年以前逃命的时候 胡言就说过这话 十二年以后 胡言又想起了这句话 于是胡言就咣当一下 踹门进了崇尔的家 把一对正在缠绵的鸳鸯 给踢散了 一把把崇尔扯了出来 不敢稍作停留 一路狂奔呢 刚跑到东门 远远就看见几个晋国人 闪进城中 其中一个人看上去 很像是不低 胡言和崇尔倒吸一口冷气 心中连说侥幸啊 幸亏当机立断逃出来 否则被这几个人堵住 那绝对是九死一生啊 闪到一边 带那几个人走远了 胡言和崇尔才匆匆出了东门 不敢停留 一路走下去 看看走出去七八里地 才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歇脚 等弟兄们赶上来 跟随文人的脚步 听世界 听世界 等了约莫两个时辰 弟兄们陆陆续续赶到了 一查点人数 鸾之没有来 不过这不怪鸾之 他正好去丈母娘家里修房顶去了 不在城里 还有就是树头须 不见踪影 这和您解释一下 为什么叫他树头须呢 这个人本名叫头须 那为什么加个树字呢 树就是横树的树 在春秋时期 男人被淹了以后就叫树 所以树头须就是一个阉人 到了后世 骂人说树子 这个骂人的典故 就是从春秋这里来的 树头须没来 崇尔当时就急了 喊着 头须呢 头须呢 头须怎么没来 按理说吧 身边少个太监 不是什么大事 况且这树头须 又不是像伯迪那样的高手 为什么崇尔反而急了呢 很简单 树头须是管财务的 是财神爷 崇尔的财产 都由树头须掌管的 为什么要交给一个太监 去掌管自己的财产呢 你想想啊 太监没儿没女没老婆的 贪了钱也没出用啊 所以用这个太监 树头须做财务总监 大家都放心 都觉得公平 可是这一次 这个大家都放心的人不见了 难道他写款潜逃了 不会吧 大伙都觉得应该不会 可是越是你认为不会发生的 越是会发生 过了一会儿 胡叔到了 胡叔是崇尔的老家人 负责养马的 他对崇尔说 主公啊 我看见头须 他背着包裹 一个人溜了 我连喊他几声 他硬都没硬我 大伙一起骂了 姥姥的死太监啊 是啊 没盘缠 没银子 没钱花 大家在路上吃什么呀 就有人建议了 回去拿些盘缠出来 或者找宅国的君主要一些 胡眼连忙制止 哎 算了 算了 本来我们跑了 这一回去 必然暴露行踪 不值得 依我看 活人 岂能被尿憋死 我们就这么东行吧 一路上 自己想办法就是了 就这样 一行人二三十个 向东边狂奔而去 因为逃得匆忙 只有胡舍姑和仙枕 赶了一辆车出来 就给崇尔和胡毛坐着 其他的人步行跟随 这胡毛呢 就是胡眼的哥哥 也是崇尔的舅舅 这个时候 年纪最大的就是他了 不过他不出主意 他只是一个建树的高手 所以他有资格和崇尔 一起坐同一辆车 还好 虽然跑得匆忙 但是因为担心 伯迪追上来 大家走得快 也不觉得累 那么伯迪真的来了吗 伯迪真是接受命令 当天出发的 这一点没错 不过伯迪这种人吧 在后宫混惯的人 走到社会上就不灵了 当年没有GPS 连找个路都成问题 这样连走冤枉路 带路上被晋国和宅国盘查 好不容易磨蹭到了宅国的都城 才发现事情已经晚了三秋了 而胡眼在城门口发现的 那个像伯迪的人 其实并不是伯迪 当然没办法 找不到人杀 伯迪只好带着兄弟们 灰溜溜的回去了 从这一刻开始 历史上著名的 中国妇孺皆知的 虫儿流浪记 算是正式拉开了帷幕 你微笑我用怀抱 开成一座城堡 你哭了我把雨滴 收进我的背包 星空会继续闪耀 爱会继续美好 天堂是那个隧道 沿着梦就到 爱乐 等于街巷 不需要水拉雨高 打在你的心跳 要漫步多少旅途 我们都心里有数 比谁都清楚 一定走到幸福 离永远还有几步 我们在心里面倒数 因为你眼中藏着 未来的地图 数一数许过的 远吹起多少蜡烛 数一数流过的 泪传起多少露珠 从今后不再迷路 紧紧把手握住 这一刻你的温度 被视线留住 爱乐 没有问号 不需要星座 不需要星座预告 当天是听得到 要漫步多少旅途 我们都心里有数 比谁都清楚 一定走到幸福 离永远还有几步 我们在心里面倒数 我们在心里面倒数 因为你眼中藏着 未来的地图 回头数一遍 走过的路 总共多少公里 你在我左边 隔着精密距离 猜你呼吸的频率 听你心跳的共鸣 每个数字寄在心里 加减乘出变成的回忆 每一场凝活的雨 每一场看货的珍惜 让我牵着你的手 慢慢收集 明天的幸福 还有几步 这一刻 我们都心里有数 爱乐 没有问号 不需要星座预告 当天是听得到 要漫步多少旅途 我们都心里有数 比谁都清楚 一定走到幸福 你永远还有几步 我们在心里面倒数 因为你眼中藏着 未来的地图 你永远还有几步 你永远还有几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